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可以教數學 看下面這題 有一個小球場他只有一排座位 這個座位有七個位置 觀眾在入座的時候會盡量避免與其他人相領 如果最後還是來了七個人然後把座位坐滿 這七個人坐入的可能總共有幾組呢 那你看我這裡說有幾種我這裡還成了一個七階 也就是說我不管那個七個人進入的先後順序 我已經跟你講不管這七個人誰先誰後 所以我把這個期間放到後面去了 所以你要不要管說第一個進去是假還是贏 不要管只需計算座位被坐下去的順序 那到底會有幾種 那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這個是我在網路上人家問的問題 我覺得挺不錯的 就是說他有一個有一定量的討論 而且你要去模擬那個現實情境 跟傳統套路有一點點差別 那按照這個規則做 他說入座時會盡量避免與其他人相領 也就是說前面三章一定是挑不相領的 可以嗎 前面三章一定是挑不相領的 那並不代表前面三章一定坐在比如說 246 因為他也可以坐在157 所以說他也可以坐147對不對 他就是要不相領 所以呢這個我把手就第一個被做的刺是第二個 刺是第三個 和後面 假如說一開始還沒被做的可以嗎 有四個位置 排一列 這樣排出來是P5取3 要不相領要不相領 所以排出來是XXXX排好之後有五個空格 讓手刺3插入是P5取3 那這問題是說這個P5取3不能直接用 為什麼呢 因為P5取3裡面 如果前三人剛好坐在1357這三個位置上的話 那這樣子第四個人進去的時候他一定會去填1357的第四格 因為那個位置是唯一能夠繼續不要相領的 可是如果你前三個沒有剛好都坐在1357 比如說你選擇坐的是147 像我剛剛講147 你147坐下去了 叫PXX4XX7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這四個做哪一個都會有相領對不對 你就會放棄那個不相領的原則 你就會開始任意挑 如果我們剛才我們一開始三個做的是137 那第四個來的時候他一定會選五 他一定會選五 懂嗎 他一定會選五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這個不相領 前三個不相領的P5取360種 裡面要把前三個剛好坐在1357的其中三個 P4取3就1357選三個 而且有順序 因為手刺3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個也是手刺3是不一樣的 所以用P不是用C 那所以這60種裡面要扣掉這24種 不能說扣掉啦 應該說把這24種跟剩下的36種分開看 如果你是這24種的其中一個 那麼你的第四個沒有得選 你的第四個一定會坐進來這裡 然後你之後就會進入到說其實這三個都沒有差對不對 後來就變三接 那如果你的這個前三個做起來不是1357的某三個 而是就比如說147或者你可能做一個比如說136 那麼等到你的第四個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不管做哪裡都沒有差 因為都會碰到就算了 隨便做完 所以他其實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就四接 後面就隨便排 那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他是24乘3接加36乘4接 是1008種 所以我覺得這題出的不錯 就是說他要討論 他不是傳統的套路套完就沒有 可是他在做完這個討論之後 其實其實要做的計算並不多 但是你要真的去想像 就是這個規則去落實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差異是差在有沒有前 前三個人有沒有做在1357 那這題分享給大家 DNA由四個剪輯對構成 包括這個線飄零 胸線密定 鳥飄零和胞密定 在雙骨螺旋上面 這個ATGC 他們是互相配對的 這個其中的A一定是配對到T 然後G一定配對到C 這叫做剪輯互補配對原則 所以說一條這個DNA線 其實你只要討論一側就好了 因為另一側是什麼 是由這一側決定的 哇 畫錯邊了 可以嗎 那問你啊 你現在已經知道三個相鄰撿機隊 可以用來產生一種遺傳密碼子 那麼總共到底會有幾種不同的密碼子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每一個位置都可以放四種選擇 所以其實就是 四個三次 因為三個相鄰的剪輯隊 可以產生一個密碼子 好 那如果生物有認真點上課的人應該會發現 這個的確就是我們人體內DNA的組合的模式 我們人體的DNA總共可以有 以這樣子算出來是64種 64種的這個遺傳密碼 但是呢 其實我們人體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只有二十幾種而已 也就是說 這64種用來產生二十幾種的必需氨基酸是非常的夠用的 而且其實是超過於夠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去查那個遺傳密碼表 它會有一個DNA的減病的特色 也就是說其實這64種裡面 某一種可能跟另一種 甚至是另兩種 它這個對應到的是同一個蛋白質的結果 那不過呢 可能有人會有一個問題 不知道你們有過這個問題嗎 比如說我現在有六個 七個好了 ATCG ATA 假如說這樣子 這七個 是我連續的七個 這個不同的剪輯隊 那 當我去讀它的時候 我可以說這個叫做 ATC 然後 GAT 然後 後面要A什麼什麼 可是我也可以說 它是 TCG 然後ATA 對不對 我也可以說它是 CGA 我也可以說它有個CGA 對不對 就是 一個常見的排列組合的問題就是 那個排成一整圈的話 你要從哪裡開始都可以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它會不會因此而產生更多種不同結果 或者是更少種呢 這個稱為閱讀框 就是說 我今天那個 你體內的細胞要去產生蛋白質的時候 氨基酸的時候 它讀到哪一段 它是讀這三個 還是它是讀這三個 就會稱為是不同的閱讀的框 框架的框 這個好像是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可是實物上是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這個 細胞 它再去產生這個DNA 剪輯 用DNA去產生蛋白質的時候 它其實會去鎖定說要從哪一個開始 當它一路從上面讀下來 它都不會動 它會一直等到它讀到第一組AUG 才會開始真的做後面的事情 那這個我們稱為起始密碼子 那實物上呢 就是說有一種基因突變 它可能是這個起始密碼子的地方 有帶來變異 或者說它會去讀除了AUG以外的其他的地方 把它誤判為起始密碼子 那這個結果就是它會產生 當然很不一樣的蛋白質的結果 但是通常這樣子的突變是很難活下來的 所以在這個現實的自然界中 這樣的突變是很少的 也就是說我們體內呢 其實還是會鎖定住 就是從AUG開始的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並沒有辦法任意的去調動這個閱讀框 那跟大家說明一下啦 附帶一題發現這件事情的 就是說 發現我們的那個DNA 用三個剪輯對台產生密碼子 所以可以產生64種 然後它對應到 必須胺基酸20幾種 是非常會用的這個人 是克里克 他是跟那個華生一起發現 這個雙骨螺旋的共同發現者 那我們這一題呢 來介紹就是說一個問題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想 都可以 但是你只要想清楚這個情境 有A B C D E F 六種東西 任意取 但是至少要取一個 問你有幾種取法 那他的進階版說 如果我A A A B B C D E F 認取 至少要取一個有幾種取法 如果上面這一題 我們可以說這個 這個 A 呢 他可以有取到也可以沒有取到 B也可以有取或沒有取 C也可以有取或沒有取 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都有兩種選擇 總共會有2的6次是64-1 因為至少取一物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63種 那這一題我們其實有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當我看到至少取一物的時候 我想的是說 我可以取一個或兩個或三個 四個或五個 六個都取出來 於是我六個取一個 六個裡面挑兩個 六個裡面挑三個 六個裡面挑四個 所以我就寫成這樣子 你去加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 這個63個 我們後面會學到二項是定理 你就會知道說 如果你C6取0加到C6取6 的確加起來就是2的6次 CN取0加到CN取N 加起來就是2的N次 那我們來看這個進階型的問題 一樣它也會有兩種做法 如果A A A B B C D E F 認取 至少取一個 我們按照剛才這個想法 我們剛才想說 A可以有取或沒有取 現在A不只是有取沒有取而已 它可以取一個兩個三個 或不取 所以A有四種 那B呢 可以取0個一個兩個 C有取沒有取 D有取沒有取 你這樣算起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有 192-1 一九一種 那同樣的 如果我剛才看到認取 至少取一個 我想的也是一樣 我可以至少取一個 我也可以取兩個 我也可以取三個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要這樣做的話 我要怎麼做 我取滿9個就是一種 那取滿8個就是 那我沒有取到哪一個 哪一個英文字 是六種沒有問題 這裡注意一下 就是說取8個會相當於是取一個 取9個會相當於是取0個 我如果取7個 就是我不取兩個 那會怎麼樣 這個時候你就要考慮到 我不取的這兩個有可能是怎麼樣 同字的 有可能是不同字的 所以說如果今天是 這個不同字的 不取的兩個不同字的 就是六個英文字裡面選兩個 不取 那如果是取同字的 就只有AA或BB 是我不取的 那你看我 我講是講不取啊 我指的這個是取的 因為取7個 其實就是取兩個 取兩個這裡算出來是17種 取7個這裡算出來是17種 那取6個就等於不取3個 他算出來就跟取3個是一樣的 取3個你就要去討論怎麼樣 我取的這3個是同色的 還是有兩個同色一個不同色 還是三個都不同色 同色的就是3個AA 有兩個同色有可能是AA或BB 然後另一個是不同色的 那注意你選AA之後你還是可以選B 你選BB之後還是可以選A 所以他是2乘上是C5取1 不是C4取1 然後你如果選3個都不同色是這樣子 或者你取4個 那你這邊算出來一樣是191種 就是透過這一題去說明說 我們一個問題有兩種想法 那只要你想清楚的話其實都可以做 那這個了解到不同的做法的話 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我常常講 你不見得每一題都可以用 最快的那個最短的算式做 你有的時候想的跟老師想的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還是可以把它走完的話 那你還是會打對 好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